赶紧又卫生啊兄弟们 赶紧又卫生的名言 油在耳边 印度的食品安全问题就被摆上了排面 不过这次砸印度过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直跟印度眉来眼去的大漂亮 虽然啊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美食吃完之后 不拉几次呢都对不住你的肠胃品质 但是这次又是什么原因 让老美直接冒着国家交恶的风险 直接把印度食品安全问题 拿到台面上来说呢 那么话不多说 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 印度的食品问题 事情的起因呢 在22号的时候 印度快报呢 报道了这么一则新闻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发布了一个统计数据 其中显示呢 2019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间 在被美国海关拒收的进口食品中 印度排第二名 仅次于墨西哥 遥遥领先于第三第四名 而如果只算印度的拒收率的话 印度比墨西哥还高 达到了墨西哥的六倍 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印度当然是觉得不开心了 比如印度知名的时事评论员 乔普拉就认为 美国这种行为 反映了对印度的歧视 实际上 印度出口的食品安全问题 并没有这么严重 而似乎是为了验证乔普拉的说法 印度快报还在次日 专门统计了印度食品 在过去十年间 被美国拒收的所有事件 并且得出一个结论 印度对外出口的食品问题 是在逐步缓解的 客观来说 并没有这么严重 比如2015年拒收了 有1591匹 到了今年就只有1033匹了 印度似乎也可以骄傲的说 你看 这不下降了三分之一吗 我们食品安全问题的进步 那真是太酷了 不过这话 在全世界来说 除了印度自己 恐怕也其他国家 也没人能信了 其实老美拒收印度食品 主要是因为 印度食品的沙门氏菌 污染太严重了 这个沙门氏菌呢 可以说是咱们生活里 最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病菌 平时呢 咱们偶尔吃个地坛 小伤想饭 不注意清洁 就很容易感染这个病 拉个肚子发个烧 基本就跟这个病菌 脱不开关系 中国尚且如此 印度拿卫生环境 咱们就不用说了 想想都知道 印度会因为食品卫生问题 捅出多大的优越的 原都不说 咱们就说点今年发生的事 今年6月15号的时候 西部邦拉贾斯坦邦 就搞了一个大型的宗教聚会 当然了 大家热闹完了以后呢 肯定免不了吃吃喝喝 世界各国老乡们都是一样的 但这次吃喝吧 不少老乡 刚一到家就开始上头下线 把厕所当了家 一遍又一遍的往里面跑 最后呢 眼见大事不妙了 救护者也赶过来了 三百多名老乡进了医院 躺了好几天才算扛复过来 这就是今年 印度食品安全领域最大的事 615拉贾斯坦邦 沙门士军感染事件 当然了 除了这事以后呢 印度从地方到中央 免不了各种检讨和反思 甚至连印度卫生部的发言人 瓦尔泰都专门出来道歉了 表示 此次事件是 印度食品卫生领域的重大果实 并承诺 以后进一步改善 但你要问这个事 到底有没有用呢 刚过了两个月多一点 同在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 就狠狠扇了 印度卫生部一个大耳挂的 根据印度时报 8月28日的报道 当地三个利地区的 一所修道院 有100多名学生 因为食物中毒 被送进了医院 熟悉的配方 加上熟悉的味道 您猜怎么着 这次的味儿 比上次还地道 20多个学生 直接被送医院抢救了 事情发生了 当地行政长官 拉甲达亚尼迪 也照例发现了命令 要求彻查了 但是结果 大家应该也能想到了 屁用没有 最后又是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 就印度这种 本国人都 接连被放倒的 卫生情况 但凡老伟 他不是大耍帽 也不可能再进口 印度的食物了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印度的食品卫生 到底为啥会这么烂呢 其实这跟印度本身的 宗教文化和基础建设 都有关系 毕竟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嘛 咱们先说说 这个印度的宗教文化 印度人性的 这个婆罗门教 这个教派的教义 讲究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可见折腾自己 以此作为苦修的一种方式 总之就是 什么生活方式不健康 什么生活方式原始 他们就按照 什么生活方式活着 既然都原始和不健康 自然什么食品安全 之类的保障 也就想都不用想的 必然是没有的 而且婆罗门教 还有优良传统 就是喜欢搞露天的美食活动 你一口他一口 并均随着口水走 想见经常上网的 你一定会在各个视频上 看到剪辑印度美食的up主 如果你看了这件up主 还能对印度的食品 卫生问题 有正面的评价 那你的场位一定是铁打的 其次呢 也是最主要的一点 那就是印度的 国家的基础 卫生建设 做得非常差 以印度中央新闻的调查为例 2015年 印度所有城市中 尚且有53% 做不到全市的公测普及 农村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达到了71.3% 连公测他都普及不了 食品卫生的监管 就更加可抢而直了 其实客观来说 如果非要说 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一点事情没做 那也有点太武断了 实际上 早在20世纪50年代 印度建国初纪 就曾制定过 多达14部法律 来进行食品安全的监管 例如专门针对 乳液管理的 牛奶与奶制品管理条例 针对于食品生产的 反食品参打法等等 到了2006年 出台的食品安全标准法 次年就建立了食品标准局 这个机构 有点累咱们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但是效果怎么样 一言难尽 首先印度基层的治理 常年费事 具体到食品卫生问题上 就是印度全国 数百万流动小贩 光靠一个政府机构 根本就管理不过来 咱们就以印度的上海 梦买为例 全程小摊小贩 大概20多万 印度的基层管理者 尤其是食品安全管理者 能做到把每一个都关注到吗 那是笑话 有的小贩 竟然卖完咖喱 明天就卖 卢慧智 你知道他后天卖啥吗 其次 印度食品标准局的 贪腐是极为严重的 今年8月份 路透社报道 印度一种含有 相当强致癌物质的 毒糖浆 经过了层层筛选 堂而皇之地 在新德里的各大潮市上架 一直到引起了 数十人的不适情况 才被食品标准局重视 后来经过 司法部分介入调查 发现这种毒糖浆上市之前 曾经将食品标准局的 几个高级官员 行贿大量卢比 从而夺过审查 而这也就是 当下印度食品监察部门的缩隐 一方面 动员力不足 全国扑展不改 另一方面 内部贪腐 横省各种妖魔鬼怪评除 指望这样的政府机关 来遏制印度食品安全问题 那几乎就是白日做梦了 诚然 印度的食品卫生问题 也不会因为 美国拒收这件事 发生本质的改变 这跟印度国内 几乎已久的习气关系很大 文化上的糟谱 没清理干净是一方面 政府机关不作为 或者没能力作为 是另一方面 如此看来 印度人民未来 还是要忍受 相当长时间的 不甘不敬 但愿印度政府 能把这件事放弃一下 别等印度人民 都进化出抗体来 那时候 你再多久没啥用了 行了 快乐视频中的赞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公众的发动 下期视频 再见